美国犯罪率高一直是公认的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在2021年的犯罪率超过40%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 当然了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存在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问题 导致很多底层人 更容易成为犯罪者 其次 美国是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国家 这些犯罪群体 在社会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们在媒体的报道中 就可以感受得到 很多美国的黑人 在遇到一些事情时 会被其他人 用各种理由区别对待 甚至不可以进入一些场所 或者接受教育等等 社会矛盾突出 所以就增加这些人的犯罪意识 更重要的是 他们枪支泛滥 在一个枪支合法化的国家 想过上安稳日子 可是异想天开 动不动就拔枪抢劫 很多超市被零缘购 这是他们的一大特色 而我国就不一样 我国在民生教育方面 优于美国 我们从小就接受平等 和谐教育 即使是底层老百姓 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 所以社会矛盾少 犯罪率就大大低于美国 那为何我国还到处安装防盗网 而美国却没有防盗网呢 既然叫防盗网 第一作用肯定是为了防盗 虽然我国社会和谐 可是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人 想不劳而获 住在一楼的居民 就只能装防盗网 那么一楼装防盗网 二楼也得装 因为如果不装 那么小偷就更容易 顺着一楼的防盗网 爬上高层 于是大家都只能装防盗网 此外防盗网的作用 不仅是防盗 还有一个很大功能 那就是防止小孩 或者宠物掉落 很多小伙伴不以为然 在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中 小孩一般是有老人带 而老人的行动不变 有时候跟不上小孩 小孩容易爬到窗户上 从而掉落下来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有了防盗网 小孩就被卡住 最终才得以救抢 所以防盗网对于家庭的作用极大 而美国不一样 他们几乎不会安装防盗网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居民可能有枪 美国是强调私有财产的国家 未经过屋主同意 擅自屋 屋主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自卫 当小偷去倒东西被业主发现 可能会被直接解决掉 所以小偷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更乐意去超市零原购物 因为超市人多安全 又方便逃走 因此没必要去室内盗窃 即使是这样 美国居民被入室盗窃的事情还是实有发生 可是他们的思想文化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觉得安装防盗网并不美观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宁愿选择承受不安全的因素 也不会安装防盗网 更值得一提的是 国人有很好的储蓄习惯 所以屋里可能会有很多贵重的财物 这就成了小偷的目标 而美国人有着超前的消费观念 家里没什么贵重的财物 小偷看来都流泪 因此没必要冒险去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美国没有普遍安装防盗网 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人 都不会安装防盗网 在一些治安状况较差的地区 有些居民可能会选择安装防盗网 或者其他安全设施 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智能家居安全系统可供选择 这些系统可以通过互联网 连接报警系统和警察部门 提高房屋的安全性